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把那个325后面部分 所以刚刚讲到的部分,这上面其实都有啦 在云端上面,我有大概提到 那公式在这边,所以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用哪一个函数来切割 当然我试了很多方法,用repress其实也可以 或者用fine也可以啦,我有试过用fine fine冒号的位置,加2,其实也OK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反而用什么 用上面这个路值时间的长度 刚好就是跟栏位名称的长度一样 那只要把它加2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我要把这个资料做切割的话 那怎么做? 一,我先把公式一样剪下来 第二的话,那我用什么?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我用 再来用mid就可以了 mid,mid的话在文字类嘛 文字类里面,mid的话就是算哪个字开始 所以mid我们用mid,选错了 再找到那个mid函数,然后把那个mid函数呢 直接test直接贴上 那star number的话,哪个字开始? 那算这个几个字,所以用l,e,n 钱瓜糊 算他的那个入职时间的字数 总共4个字 那还有冒号的下一个字,所以加2 也就是说呢,从入职时间加2冒号码,下一个 OK,那我要几个字呢? 后面的话我就99 你想说老师,根本里面没有99个字 那么多,那你怎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呢,我要的字数 就是冒号后面 从我要的这个冒号后面这个字 开始,全部都要了 刚好后面都没有别的 不需要的,都是要的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超过 他的数字的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帮你把它全部都取得 但你输入9,9不够,应该是10 就是数字一定要大 所以99比较保险,按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 可能他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向... 还要考虑到向右填满跟向下填满 向右的话呢,这个D D会变1 OK,因为他的这个取得蓝数 应该是要变,那没问题 前面不能锁,锁的话变每个都四个字不对 OK,那后面这个1的话 如果你向下的话 那如果你没锁,他变2 那就不对了 所以记得,在D E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OK,那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呢 插入函数用MID 然后把TEST 贴刚刚的公式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算这个栏位名称的总字数加2 总共几个字? 99个字 记得,那个栏位名称记得 E的地方一定要加前的符号 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缩短了 向右 全部OK 向下 也全部OK了 然后把D到G选起来 快点其中一条线两下 这样的话就自动调整蓝宽了 OK,所以你会发现 用那个什么 MID加上LEN 应该是最简单的 但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 我假设未来以后 遇到的状况不一样 未来什么状况 就是 我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 跟这个上面冒号前面的 这个不一样怎么办 那没关系 你假设不用刚刚的方法 你可以用FINE也可以 有没有 我们其实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用FINE冒号的位置 冒号的位置怎么样 再加1 也可以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分几个阶段来完成 先FINE 但问题我试过 用FINE来做 其实公式会变得相对冗长 所以还是用我刚刚做过的方法 应该是算最简单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也可以用REPRESS REPRESS也是方法 但REPRESS相较之下 好像也没有比较简单太多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你们都可以尝试看看 MID 用FINE 用REPRESS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们也可以在 除了用那个什么 INDEX 之外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用INDIRECT 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INDIRECT 相较之下 会比较多一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地方 需要用串接的 OK 然后其他的话 当然 还可以用VBA 那VBA的话 相较之下 你会发现 反而处理复杂的事情 VBA这个时候 反而变简单的 反而复杂的事情 用函数来做的话 反而你会看公式 还比较复杂一些些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 再做切割 OK 那这个 切割完的结果 那后面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其他函数 反正 尽量 就是不要只有一种方法 而且甚至我是建议 你可以找出 看看有没有更适合 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因为有时候 每个人的这个 使用的函数习惯不一样 那 这个 可能最后 当然 顺手度也不同 所以我建议各位 可以不妨多试试看 那再来后面 其实 我们还有一个变化题 甚至说 可能有同意说 是那个 我们这边还有部门 那如果今天希望 在这边插入一个部门 比如这边多一个部门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什么方式 再把他的部门 把它拉过来 ok 那你想说 这个部门要怎么样 刚好 这个部门 怎么样刚好可以放到这边来 那这个部门 怎么样可以刚好放在这边来 当然啦 如果你 没有 这个不懂的用函数或VBA完成的话 那相对的 你就可能变成 你就要土把链钢 土把链钢 其实当然就很花时间了 所以这个也许 请各位 回去 可以想想看 怎么样可以 做完这件事 当然跟各位讲 如果这件事情 要完成的话 假如用内部的函数来做 好像似乎找不到合适的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最后的话 好像像这种比较复杂的应用 还是只能够找VBA来帮我完成 因为VBA相较之下 比较复杂的事情 还是比较适合 不过你会发现 把部门加过来 哇 那个难度相对比较高 你会发现 黄色区域的程式码 就是我们要加上去的 其他还有用 Offset等等的函数 可以把它完成 那到后面其实还有一些 参考就是说 把它分成四栏之后 有没有办法再把它分回成为一栏 就是 1变4 那可不可以把4再变成1 当然可以 只是说要怎么做 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要怎么样把它再转回来 OK 那其他的部分 请各位就是在试着练习看看 把画面先停止共用 OK